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项就是因应中共的挑战 国务卿强调 许多国家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但仅有中国有撼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实力 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成了唯一一个被美国国务卿列入了优先工作的国家 此外 国务卿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表示 汉美价值观是美国力量来源之一 当新疆维族被关在集中营或香港民主被践踏的时候 美方必须发声 不应视而不见 国务卿还特别提到 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月之前 拜登团队宣称 他们首要的威胁还是俄罗斯 中国只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一个月后 美国国务卿所罗列的八项游行事件当中 最后一项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显然 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共政权的威胁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在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 他说 会在该竞争时候竞争 能合作时候合作 必须敌对的时候敌对 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的策略 这显示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复杂性 也显示了这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还带有明显的阶段性 这或许说明 这一届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最终走向 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 美国的外交政策 无疑是建立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上 外交政策是服于国家安全 就在当天的下午 白宫公布了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 这份报告特别指出 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的综合实力 来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 这句话实际上在告诉外界 中共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 是唯一有实力威胁美国的对手 这份报告指出 世界权力分配正在改变 也带来新的威胁 其中迅速变得更加强势的中国 正在破坏现有的国际体系 最为核心的规范和价值观 在美国国务卿的演讲 和白宫最新公布的安全战略方针当中 都特别提到了 中共对现有的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 构成了重大挑战 对美国所希望的符合美国人民利益 且反映他们价值的所有规则 价值观构成了重大挑战 从最近的报道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 中共当局对美国的威胁是全方位的 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 等诸多的领域 美国对中共的防范也已经在多个领域展开 在经贸领域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 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 国防 公共卫生 信息技术 交通运输 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 开始进行审查 力图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特别是要摆脱 没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的国家 这分明就是在针对中共 应该说 这个举动非常的必要 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讲 这就是在做和中国全面脱钩的准备 在外交领域 这一届美国政府 基本上继承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现任的国务卿 在这次演讲中明确表示 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与川普政府并无根本分歧 尤其突出的是 美国政府在军事领域 也对中共的威胁做出了反应 就在几天前 美国国防部长正式下令 国防部中国小组开始运行 这个工作小组 由国防部长的特别助理来负责 工作组的成员 都是研究人员和军事专家 他们来自五角大楼的联合参谋部 各军种 联合作战司令部 情报体系 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等核心部门 大约有20人 美国国防部 专门成立如此阵容庞大的中国小组 这个举措可能是空前的 这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 已经在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 这些情况帮助我们可以理解 美国国务卿谈到的中美关系原则 所谓在该竞争时竞争 能合作时合作 必须敌对时敌对 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国是损失准备着和中共进行对抗 乃至发生冲突 美国国防部的动作显示 美国虽然还没有和中共彻底的决裂 但确实在做敌对的部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情报处处长 一位海军少将在会议上说 我们尝到了 有中国领导或者深受中国影响 意味着什么的滋味 针对中共当局在香港和台湾的事态 这名高级情报军官说 你看到的基本上是对自由的扼杀 自制的死亡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这就是你所得到的 此外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也对中共在台湾等问题上发出了警报 我们必须让北京相信 使用武力达到目标的代价实在太高 通过这些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各界对中共政权的认识 对中共政权的危害性 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已经形成了对抗和防范中共政权的一个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不是某个个人能够轻易改变的 由于中国经济上巨大的体量 特别是和西方经济的高度融合 美国和西方世界在短时间内 可能不得不和中国进行竞争与合作 但是由于中共和美国和西方世界 在价值观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在一些核心利益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美国和中共的对抗也是必然的 而一旦发生公开的对抗 特别是发生军事对抗 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合作的基础 就会彻底的瓦解 其中台湾问题就是中共和美国之间 发生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在白宫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制导方针上 美国再次表示 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 美国对台湾有着长期的承诺 可以肯定 如果中共当局不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 中美之间必然会走向敌对 乃至发生军事对抗 那样中美之间一切都会归零 可以说 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反映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道义 一个是利益 在道义层面 就是对美国所尊崇的价值观 和美国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 另一个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就关系到了所谓的地缘政治 关于中共在价值观上 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对立 中共当局并不掩饰 甚至公然宣称这是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两者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的 而西方世界对价值观的对立 似乎也并没有感到现实的威胁 更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 美国国务卿在这次演讲中特别提到 要捍卫美国价值 实际上 这位国务卿上任以来 已经多次谈到 看到新疆维族人被关押 看到香港民主遭践踏 美国必须站出来 美国也确实站出来了 并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 然而中共当局毫不在意 依然我行我素 显然 美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 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行使 而美国政府对此 似乎并不想做出更多的努力 问题就在于 美国政府捍卫美国价值的行动 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 伤害了美国的影响力 相对于价值观 中共当局对西方国家 特别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 则是掩饰不住的 实际上也更具有挑战性 一旦涉及到了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都不会无动于衷 这一点可能就是美国国务卿所说的 中国是美国21世纪 所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所谓地缘政治 说白了 其实就是势力范围 就是利益划分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 中共政权的影响力正在急剧的向外辐射 而且中共当局 公然还提出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还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这势必会危机美国的国际地位 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 就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因素 要在印太地区 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影响力 把更多的国家拉入美国的圈子 来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 以遏制中共的扩张 防范中共的威胁 拜登政府就曾经表示 他们需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 以维护和平 并捍卫美国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利益 从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情况来看 美国新业政府的对华政策 正在逐步清晰 它基本上延续了 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所谓该竞争时竞争 能合作是合作 必须敌对是敌对 实际上意味着 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无论如何 也已经无法排除 和中共政权摊牌的可能性了 应该说 美国各界精英 能够对中共政权 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还得要感谢习近平的胡作非为 正是习近平的这等疯狂 强化了美国各界的危机感 实际上 中共集团真正信仰的是暴力 他们的统治基础是军事暴力 中共在军事上挑战美国 中美关系彻底敌对 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这一点 美国的政治军事精英 应该有相当的认识 只是未必能够完全体现在 公开的政策上 相对而言 美国军方的动态 更加能够准确的反映 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真实立场 可以推断 中美双方都在准备着摊牌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